我的名字叫张南 我来自于中国的云南省 我现在在明尼苏达大学的 公共卫生学院下面的 生物统计系学习 我是去北京师范大学念的本科 我的头两年的专业是数学 然后后两年我就选择了统计 作为专业 我选择统计的原因是 因为我很喜欢数据 然后我选择生物统计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非常的关注人类健康 所以我就选择了生物统计 作为我的专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于一个生物统计的硕士学生来讲 我想现在在人才市场上 还是有很多工作机会的 我选择明尼苏达的原因是 第一是因为它有很好的生育 有很好的学习环境和很好的教授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同时也得到了 它的奖学金可以提供学费和医疗保险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 奖学金就是助研工作它有很多好处 第一好处当然是它可以提供我学费 还有我的医疗保险 所以我就不用为我的生活担心 然后它可以提高我的软件的编程能力 同时也可以让我把我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 运用到我现在做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 让我知道到底我学的有什么用 我的另外一个RE的工作是在生物医学研究数据中心工作的 我是在那个START的组里面 这个组是关于抗逆转路病毒疗法的时间的HIV研究的 然后这个研究它的主要目的是比较这个ART 就是抗逆转路病毒疗法 它是早一些开始好呢 还是晚一些开始好 现在只是在这个研究的第一阶段 所以的话每个月会有四个病人进入到这个研究当中来 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病人 他们从数据 他们从问卷当中得到的数据信息 提炼成统计的表格 然后把它展现出来 我想在就是明尼苏大大学的 无论是学习还是研究条件 都和我本科学习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我在这边有更多的条件 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这些现实当中的统计 生物统计的这些项目 而在中国呢 因为生物统计 生物统计才刚刚开始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项目让我去接触 我觉得在我来之前 我觉得可能明尼苏大会特别特别的冷 我实际上我不是特别 明尼苏大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冷 然后我很喜欢明尼苏大的冬天 因为我在这边有很多活动 像我去滑雪 然后同时的话 我还非常喜欢这边的雪 因为我出生的地方没有很多很多的雪 但是在明尼苏大的雪是那么漂亮 我每次见到雪都特别开心 所以我觉得还行 明尼苏大挺好的 我很喜欢 我在明尼苏大遇到的这些人 我的房东啊 我的朋友啊 就是在生物统计系遇到的朋友啊 然后还有教授啊 还有我的业内导师啊 他们对我都非常好 然后给予在生活工作和学习方面 给予我了非常多的建议和帮助 如果有人就是 有人问我 觉得明尼苏大怎么样的话 我会非常强烈推荐他 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